那你就会读完 来 今天回去会进度 已经进入民宿记 第四章到第七章 那大家记得 民宿记第十章以后 就怎么样 就离开西安山 所以他们在西安山很久很久了 所以大家的圣经读不出去 就是因为就离开这里 来 民宿记 这一章每个礼拜都会让他们看 因为你读旧约 这一章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什么东西 黄色的 摩西五经 然后下去呢 历史书 这个蓝色的呢 诗歌智慧 后面这一堆呢 大小天主 那这个都是在补穿的 都是在补充的 那这个民宿记呢 已经又跑到这边 历史书是扶到上面去的 因为他没有到 所以就停在这边 但是民宿记第十章 要开始离开了 所以民宿就跳下来 好 民宿记呢 就是在记说 神在西安山跟他们立约以后 在旷野走了38年的历史 所以在这个地方 民宿记是在讲他们怎么样 民宿开始要走了 他们的行程 然后在这边上的战争 那民宿记可以分组四段 第一段到第十章 还在西安山 好 第十章就开始出去了 开始离开西安山 从西安山出去以后 他们到加底斯巴尼亚 走了几个月 到那个第一章以后 本来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但是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去 回来又十个探子说不要进去 两个人说要进去 好 上一章以后不进去 没关系 就让你照 加底斯一直绕绕绕绕 加底斯照了38年 好 最后 加底斯要进去了 他也不让你直接进去 又照过去 约旦的东边 又走了十五月 这边就是民宿记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十段 来看地图 这边又是埃及 他们要去加埃地 这边到了 这样要进去 现在的以色列国 这是十海 但是 他们走的是什么 从边走 走到西安山 到这边西安山 又一直停停停 然后 从民宿记第一章 到第十章 还停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段 把一些事情 处理完了以后 又开始出发 从西安山走走走走走 走到加底斯巴尼亚 这段是第二段 走了头几个月 从这边进去也是 就到加南地了 但是他们去看以后 他们觉得不要进去 神说好 你不进去吗 就让你在这边绕绕绕绕 绕了38年 所以想进去了 他也不让他从那边进去 他让他从这边绕到这里 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民宿记 就是在记这些 好 那在第一段里面 三礼拜我们已经读过了 他做了三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先数看的人数 因为他们要开始出发了 第二个 他们住得怎么样的安静 第三个呢 把第一位人拿出来数 这样子 就是三张 第一次数 他们数出来的 应该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 这是要打仗的 所以整个他们的人数应该有两百多万 包括父女啊小朋友啊 另外有这样子 第二个 他们的安静的位置 恢复在这边 祭司 亚伦跟他的 所谓叫做祭司 在这边 这个立位人在这边 剩下的十个支派 第一个三个支派在这边 三个支派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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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安静的帝王 好 好 那第三个 他们开始 这个 以色列都数完了 但是神说 来 你把第一位人 另外专门要数 第一位人 这个第一位人 跟基斯道是什么啊 你看这个图片很大的 这是十二支派 这是第一位支派 第二支派 他有三个儿子 这哥侠 他的儿子暗兰 暗兰的儿子 亚伦跟摩西 亚伦的后代 他的儿子 孙子 这个叫做祭司 其他的这些 包括摩西 包括这些 这些人叫做 第一位 这样很清楚 第一位都是第一位的姿态 下来 亚伦以外 这些人 好 那这些 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 这些第一位人呢 就是帮助祭司的 就这样简单 好 这个尼尾特别拿出来算 算人数 这些人 都包括这个 好 他们算 他有两个 他算两个 一个是算一个月 一格以外的 他们算有两万两千人 那另外一个是要算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人 那这一次算一个月以上的人 是为什么 因为在初开节的时候 要初开节的时候 神在于晏节 让所有的佛生 儿子跟圣主通通死掉 只有以色列没有死掉 那这些佛生的呢 他照规 应该要死嘛 没有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 你要数回来 要数回来 那他们就是这样子 在圣殿 让利未人去工作 那你们以色列就教训就好 把这个你那个大额子数回去 那一算啊 利未人一共有两万两千人 这些一个月以上的人 这些你们可以数 但是以色列人一共有两百七十三 所以多了两百七十三的人 要缴钱 就付一千多个圣殿 这个赛事有讲过了 就是因为 在当时后有佛生的通通死掉了 那你们没有死嘛 你们应该要算钱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个第一次的算利未人 好 接下去呢 他们还有一些工作 还没处理 这些处理完了以后 这些通常处理完了 才会第十章第十节 为什么第十章第十节 那是庆祝双十节吧 那些以后就出发了 才离开 所以要把 现在还要把这些东西处理完 第一个 第十章回去以后 我们的第十章 会看到利未人的工作 这些东西讲过了 这些是利未人 好 那 他们把它算一算 这是第二次算了 算三十岁到五十岁 这些人也是要来 砍东西的 砍贵木啊 那些东西 所以要比较有力量的 酸出来是八千都得 好 他们这些就是 格侠是要 扛圣殿里面的东西 所以不可以用车子 也不可以用牛 那格顺是 扛那些帐木的布料东西 米拉利是扛那些支柱 这些就很重 所以呢 就派车子跟牛给他们 用载的 但是 格侠要扛那些圣殿里面的 他不必用车子 这是他们三个地位的 要负责的 好 好 那他们就是这样子 格顺呢 就是负责这些 那米拉利呢 就负责这些柱子啊 板子这些 那格侠呢 就是所有这些圣殿里面 包括祭坛这些东西 这些不能够用车子 不能够用车子 只能够用舞台的 那这些要重的可以用车子 好 那这边说你要算30岁到50岁的 他们认为这样子 靠谈了 漂亮 但是 到第八章的时候 出现说 第一位人25岁的 要来办会务的事情 那这边讲30岁 那边讲25岁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应该是25岁已经 因为在旷野也没事情嘛 刚才叫他先来实习 所以这25岁到30岁中间 可能是在那边实习 好 但是到后来 到第一代日上 又出现了 第一位人的子孙 20岁以后就来圣殿 那是不是冲突了 他们后来想说 那时候都没事情了嘛 干脆早一点来 所以这边有出现30岁 25岁 20岁 应该是后来没事情 这是大胃的时候了 所以那 你就干脆早一点来 身份学习好了 这样子解释 好 第五章 要洁净营地 有一些身体上不容许不愧了 然后人际关系 那个有亏欠这样 通常赶快解决 因为要开始出发出去了 你们在这没有处理完的事情 通通处理 然后呢 有一个 这边他有写一个 那个在婚姻上 怀疑妻子的事情 怀疑妻子可能有点不真 这个时候呢 你要带来 带来那个祭司那边 他会泡一个自作主的苦水 用一些那个水加那个沉浮 反正泡一泡加喝下去 那如果他是真的有不真的话 就会碰土地名 肚子会大起来 脚会瘦下去 那其实那个意思 其实他就是不会怀孕 那我们现在讲就是 碰土地名 那把这一方面处理 然后才要处罚 另外一个 是一个许愿人 拿戏尔人 拿戏尔人是什么呢 就是归主 就是说 你今天我愿意做拿戏尔人 就是我要归主 归主就要到圣内这边 在这里面 他归给主 他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这就是许愿 许愿说 我做拿戏尔人的愿 要离属归 归耶尔法 第一个 不可以替捅 不可以喝酒 包括 不可以吃葡萄 因为葡萄是做酒的 不可以替捅 不可以靠近史诗 这三点 你在做拿戏尔人的时候 譬如说 我要化验 我要做拿戏尔人 做六个月 这六个月就是要这样子 蹦蹦踢头 在他离属 这个是归给耶尔法的 好 但是他举了一个例子 突然有一天 夸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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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死尸的 死尸 但是你刚刚讲不能更死尸 怎么办 这可怕 第七天开到七天 七天才能够得截净 第八天 你要拿两只斑鸠 或者是两只鸽子 交到祭司那边 一只做凡祭 一只做蜀座祭 这是第八天 然后呢 逼得不算 再选一天离属 还要切一只公娘来 那你先选那些 都给了 以前那些都不算 从何开始 再选一个离属 好 那 你再做蠻了 蠻了一万二 也是很麻烦 还要带一只公娘 见完祭 母三娘做完祭 做死对祭 还是公娘做平安祭 还要拿宿祭 所以 这个时候一直在强调 他们要许愿的话 你要很谨慎 你不许没事 一许的话 你一定要照那个 照这个很严肃的 来执行你的这个 愿 你的愿 好 那祭司在那边 会给他们祝福 这个很出名的祝福人 那个 好 那第七章 第九章 那还有一些献祭的 那一堆 那我们只读到第七章就好了 那这个献 要献坛 就是这样子 献坛就是说 他要 即是要 高摩那个章目 高摩章目的时候 然后呢 支派那个领袖 要来献礼物 再这样讲 每两个领袖 献一台车子 每个领袖 献一只牛 所以这样子会怎样啊 会六个车子 十二个牛 对不对 而这几个是要干什么的 就是要给他 真的 六个车子 跟十二部牛 就是要给他们 这第一位支派 就搬洞熄掉了 好 那每个首领 到献坛的时候呢 每个首领 每一天 一个事态 的首领来献 他献什么呢 献一个银盘子 一个银碗 一个重量是这样子 还要献 做丸祭的一只一只一只 然后一只这个 然后两只这个 五只这个 五只这个 所以这一章 这一章圣经呢 每一个首领来献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天 谁什么什么什么 第三天 谁什么什么 结果这一章呢 变成全圣经呢 第二场的圣经 十四天 第一天是最长 一九天 一九天 第二场 为什么 因为每个首领 每天献这种 宽空一样 你读第一节以后 第二次代 首领送的以后 都不用内的 后面又一样 结果 我给它总扣扣起来 因为十二个 十二十二 就是它的重量 然后呢 做完也是十二只 十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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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十二只 这个五只 要变成六十只 这个就是重 这一章很长 那结果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今天看了 第一队的圣经 他工作 还要分 在什么东西 还有人家 把那 营地里面还有一些事情 处理完 还有 马希尔人 还有县人 电力 就是 这个应该 回去就是那些 好 进去